其实 我这两天 就是因为经过这些天 就是一起走什么的 我就觉得 就是我呢 总想为大家考虑 你是这样做的呀 但是我没有 就是我光想着 想为大家付出 想为大家好 但我并没有想 我这样的方式 大家觉得好不好 就或者是 是不是我这样的方式 反而让大家有负担 对 像昨天凯莉姐 说想要开车 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肯定坐车舒服 姐 你就坐着吧 我来开 没问题 但我其实根本没想到 凯莉姐的感受 一下子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又非常高兴 其实我又特别高兴 东君 要这么坦诚地 说这番话 你对人家好 对人好一定要有度 你有时候过度地去这样的话 别人反而是个负类 说到这儿吧 我当然这话 可能是不合适 就是我自己的 对不起 怎么了 姐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我爸爸妈妈都是 癌症病人 我的母亲呢 是尿毒症 透析了两年多之后 患肾 现在活到 八十八岁 她是一个奇迹 活了二十年 所有人都说 我是个大孝女 就是没有 我妈妈不会活的 活到今天活这么久 但是我心里觉得呢 我 我只是笑了 我没有顺 就是 他们那辈人 跟我们是不同的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你看我妈妈爸爸就是 他们特别喜欢一张床 他们住了几十年了 我就看那床 总是磕他们的腿 我就 我就悄悄给他们换了 给他们买很好的床 他们非常生气 跟我都好久都不说话 我 我最最难过的是 就是我爸爸 就是 去世前两天 他拿那个纸巾的时候 他还是撕半张 我又在说他 我又在说他 因为这一辈子都一直在说 你能不能不省这一点 你撕两张纸 然后我爸爸说 等我出院之后我改 我不这样 可是他没有了 你知道我那个 我这么多年都不愿意回想这些事 你看东军 其实我跟他说了四次开车的事 他就是 他太粗线条了 后来昨天他说的时候 我说不能再说了 但是这点说实话 小丁还是比较细腻 我每次说他说 姐姐好好好 但他就觉得 我能做的事 我不让姐姐辛苦 是吧 他就想让你歇着 你这个年龄 这姐姐 你不用开车 我都能干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想到 我开车 我就步匀车 同时我也能为大家做点事 我也高兴 不同意 就是说我粗线条 我不同意 姐 你回想一下 我们第一天 你坐在我车里的时候 你是多么地紧张的状态 到今天为止 您能在车上睡着了 小丁也能睡着了 我开车的方式是改变的 一开始我是按照 我自己的方式 对不起 那个东京 我可能说粗线条 只是针对 就是你说我开车这件事 我的意思是 其实 不是 在 不是 我又磕到了 像男女朋友吵架 你看 大太阳 这是你的可爱之处 因为我很敏感 其实我是很敏感 今儿我跟你说 姐有时候 她细腻起来很细腻 但是她有时候确实 我跟她接触这几天 她是个粗线条的人 粗粗拉拉 大大咧咧 不是 我这么讲 人是多面的 绝对有粗线条的时候 对了 也有细腻的时候 一个人性格 不可能说是单面的 尤其一个演员 有八面的性格 所以你别介意我说这个话 我自己也是 也有粗的一面 也有那种比较细腻的 在正常导 互相道歉 到一晚上 没有道歉 不是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 向彼此道歉 但是刚刚我听到那个的时候 我是有点难受的 我说实话 我刚刚有点难受 我觉得我姐没看到 我是有点难受的 那不劝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也只是针对这一个事情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不是 说的那个 不是 因为我的改变 哥 再说就矫情了 可以了 好吧 愣多了 姐 这事 我这会儿这事行吗 不行 不是 我是让他不高兴 我觉得 没有 没有 不会的 姐说了让你不高兴了 所以你就最后 你就不懂事了 你知道吗 我没有不高兴 我只是很真实的一个 所以你就说你难受了 姐也难受了 我就说寒冬军可以了 再说就矫情了 太矫情了 姐姐姐 没事 没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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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病 没病 收 好吧 收 收 开开心 吃饭 不是 就是一下 一本正的 说这事就说大了 你知道吗 就难受了 就不行了 本来是啥事儿没有 就是 就是太在乎彼此 太在乎彼此了 爱是相互的 不行 贼烦人 抱一抱 不抱 太烦人了